哈喽大家好,我是Kalvin 今天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马哈迪的笑话 不是,是新闻 大家一起来看这个新闻 昨天我们的这个团结部长不是信誓旦旦的讲 如果马哈迪胆敢再发表种族性的论述的话 他不排除,会召见这个马哈迪来见他自己 那马哈迪得到了这个机会 哇,有新闻,有版面,还不赶紧回应 于是马哈迪今天就通过他的社交媒体 直接开炮对准这个团结部长 你要见我是吗?没有问题 我一定会出来见你的 不过到时候希望部长记得要出来 希望他会出现 在马哈迪的视角 我觉得他认为这个团结部长纯粹就是信口开合 是不敢跟他见面的 于是他就挑战这个团结部长 有种你出来,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所以在这里就呼吁我们这个团结部长 你话都讲了出来 现在马哈迪也回应你了 你就必须要给我站出来 召见这个马哈迪 并且采取一些手段 让他不要再发表这些种族性的论述了 否则的话你不成了这一个天大的笑柄吗? 是不是? 那除了这个挑战 这个团结部长见自己之外呢 马哈迪其实还不断地讽刺 马来西亚这一个多元性的 这个多元种族的政党呢 其实都是假多元 他们骨子里呢 还是种族性政党来的 那怎么说呢? 他就说如果马来西亚真的是多元主义的话 他就挑战了一些批评者 那为什么马来西亚 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多元种族 是存在在马来西亚的 那为什么还有种族性政党的存在? 比如说 乌鲁 马华 国大党 那这些通通都是种族性政党啊 都是代表单一族群的政党的存在的 那于是呢 他就讲由于有这一个种族性政党的存在 所以马来西亚必然就一定不是多元的 那他讲公正党啊 行动党这些都是假多元 而且呢 他还暗讽这个行动党啊 他就说 你们看呢 这个行动党的槟城副首长 拉玛沙米 他自从退出这个行动党过后呢 就自己成立了一个 以印度人为代表的印度政党 那而且呢 拉玛沙米还曾经开炮 讲这个行动党呢 虽然表面上是多元种族的政党 但是实际上呢 马来人跟印度人在行动党里面的这一个角色呢 其实就类似于一个象征性的领袖 类似于吉祥物的存在 所以呢 拉玛沙米的退出 以及他成立这一个印度人的政党呢 就恰恰代表行动党是假多元的一个政党 那他讲到这一个东西呢 就好像真的是捡到一把枪 疯狂的 因为拉玛沙米的事件呢 疯狂的对行动党输出 那首先这里呢 很好反驳这个马哈迪的 你看马哈迪讲的是 由于我们有A的存在 所以我们必然不会是B OK 他的概念基本上就是这样 如果要反驳他的话 我们就丢出一些论述 是符合他这一套逻辑的 让他知道他有多么的荒谬 那大家想一想 假设我跟你讲 由于啊 马来西亚有人运动过量 导致他猝死 所以运动就是不健康的 OK 这是第一点啊 是不是很荒谬 那第二 由于马来西亚有窃贼案的存在 所以马来西亚整个国家都是不太平 不安全的 是不是也很荒谬 第三 由于啊 有一个YouTuber 订阅量过百万 所以全部的YouTuber呢 都是订阅量过百万 是不是很荒谬 那他这个有A就等于B的 这一个情况呢 其实就是 在辩论里面 我们叫这个东西 叫诡辩 你硬硬套一个现象出来 然后呢 硬硬就是讲给评审听 Block他听不懂 让你蒙混过关 OK 所以现在呢 同样的我们用回这一个逻辑 有种族性政党的存在 就等于马来西亚 不是多元的吗 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我都不知道 马哈迪为什么会讲出这样 肤浅的论述 是很容易就被 就被打破的 而且是不攻自破的这个存在 大家想一下 马来西亚到底是不是一个 多元的国家 其实很简单嘛 你判断 马来人 印度人 跟华人 能不能够和睦融融的相处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如果能 那我们就是这个符合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能够融洽在一起的 这一个国度 那如果不能反之是每一天吵架 每一天在打打闹闹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是非常强烈的 种族性 那显然如果没有政治人物的 干预跟散风点火 一般上来讲 平民老百姓 不管你是马来人 印度人 还是华人 都是能够相处的和睦融融的 所以这一点呢 就恰恰就是最好打脸 马哈迪的这一个景象 那马哈迪的认知里面 就是只要你是马来人 你就是他的朋友 你只要你不是马来人呢 对不起 你就不是他的朋友 那为什么他要一刀切呢 很简单 就是借由这样子的种族性论述呢 很容易就登上版面 那我们这几天 可以说这一个星期 每一天都在讲马哈迪 虽然有一些观众呢 还是觉得 哎呀 凯兵少说马哈迪 不要给他版面 他就不会有机会曝光了 可是事实真的能够如此吗 答案是否定的 那如果你去看这一个新闻报道 不管是中文媒体 还是马来报章呢 你会看到 但凡有马哈迪的新闻呢 点击量都是爆表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 马哈迪其实抓到了 当代的流量密码 他紧抓着自己最后的 这一个流量的 这一个有用武之地的地方呢 大肆在媒体上面呢 拨板面 因此呢 我们不得不批评他 或者是不得不评论他 他所做的事情 到最后呢 他就能够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不断的在这个观众面前 刷存在感 很遗憾 虽然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媒体就是这样 媒体就是冲着流量去的 媒体就是要博眼球的 只不过 我们比较能够相对客观的 跟大家讲清楚 到底里面的这个事情呢 它的来龙去脉是怎样 媒体是不可能 公然反驳马哈迪的 所以呢 就只能够 让我们这些小小的YouTuber呢 怼马哈迪两句 反正呢 他又看不到 是不是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